- 講空間講設計,大家好,我是方瑜,歡迎收看第七屆亞洲設計講。 今天又為大家帶來非常多精彩的作品,包括在現代組、裝置藝術組,還有零售空間組,我們三位入圍得獎的作品。 設計師們今天也來到我們現場囉,首先第一位歡迎到的是上層建築楊秋玉設計師,大家好。 第二位歡迎到的是齊和設計的宋豪毅設計師,大家好。 最後一位歡迎到的是竹春設計的魏立顏設計師。 各位好。 那麼三位設計師也分別帶來這一次非常精彩的作品,首先我想先問問看楊秋玉設計師這一次的作品,入圍到我們現代組。 它給我看到,從照片上面看到的,我覺得它是一個,如果是歌手應該會非常想去拍MV的一個地方,很吸睛。 請問一下它是做什麼樣的用途呢? 這是一間民宿,它的名字叫做黑社。 因為它在宜蘭烏石港旁邊。 有海、有山。 如果你去過那邊,就知道那邊是黑色的沙灘。 所以黑色是我們發想的一個主題。 那在海邊上不是有很多海灘的泡沫嗎? 對對對,讓打起來的泡沫。 是的,所以泡沫也是一個我們空間發想的一個概念。 所以你可以看到裡面上有很多圓圈圈。 對對對。 就是它的造型非常的特別。 那到了傍晚的時候,裡面的燈打亮了,它就像一個燈籠一樣。 是。 那麼剛好可以讓我們民宿的客人來指引他回到這個民宿裡面。 對,因為你從外面看來,我就會看到,哇,這一間是什麼啊? 好想進去看看喔,原來是一間民宿。 它的外面的主牆面呢,那個一顆一顆一顆的就是你剛剛所說的泡沫。 對。 非常特別,然後大家都知道呢,它是一個商業的空間。 但是我覺得又不這麼商業,因為畢竟是都要來到這邊住房的這個住客、旅客們。 又要給他們有家的感覺。 所以整個設計的手法,你做了哪些? 其實在房間裡面,如果說你坐進去後,你會發現說我們也勉強,大小小的光影的變化。 隨著時間其實你可以在那邊很放鬆,感受到那個時間的流動。 那我們也有一個大陽台。 那大陽台是非常隱私的。 所以客人其實可以在那邊很輕鬆、很放鬆的。 那我們最主要穿到這樣的空間氛圍。 那裡面的家具其實都是固定的家具。 因為主人他每隔幾個月,他就把它收集平,或是說他會重新調整過一次。 哇,真的啊! 所以其實這個是一直在變化當中的。 所以裡面的配置他其實一直在變化。 但是主要的結構,還有主要的基底呢。 其實是你要給消費者,要給來這邊住房、旅客不一樣的感覺。 包括我覺得那一顆一顆的光線,我覺得真的很特別。 白天跟晚上看起來是完全不一樣的對不對? 是的,白天的時候你看到光線,陽光打進來,然後隨著它角度的變化。 大大小小的。 那其實大大小小,我們有考慮過裡面的隱私。 對,那這次會,客人在那邊感覺很舒服、很安全、很濕性。 那一進到這個民宿,其實你也有做了一些處理。 要讓大家有一種探索的感覺。 是,如果我們去宜蘭的話,其實大家經過學睡嘛,很漫長。 然後等到東西到了礁隙的時候,你忽然看到,哇,終於到了礁隙,光線來了。 所以我們在這個民宿裡面,我們設置一隻大樓梯,從一樓走到三樓。 其實有點狹長,但是在樓梯的鏡頭你可以看到一些光線。 對,那我想要創造這樣的氛圍。 由客人,由外面轉換他的心情,來到三樓的民宿空間。 所以在這個民宿的作品當中,其實我想問一下陽設計師, 只有做設計的部分,還是其實從建造開始都是由您來負責呢? 這個建築是從一塊空地開始,我們從整個建築自立自建。 所以你要身兼建築師,你要身兼設計師。 有沒有遇到什麼樣的困難呢? 其實,因為自立自建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。 從無到有耶! 對,你要營造廠、水電商、玻璃廠商。 對,那我們業主也有輕力輕微。 他除了說我們定時去監督之外,他還會現場去看這個施工的過程。 那因為建築工程跟室內裝修工程不太一樣。 不一樣。 對,所以是非常,其實過程當中非常辛苦。 耗時多久完成這個作品啊? 可能從我第一天見到業主開始討論,到完工至少大概三年左右。 但是我覺得呢,完成這個作品,我想你們彼此都應該相當滿意吧? 其實大家都很開心,都變成好朋友這樣。 對,因為他就是,我呢,下一次到巫石港,馬上夏天要到,要去沖浪幹嘛。 我相信他一定會成為一個地標,我也一定會想去那裡朝鮮看看。 對,其實剛才講說三年為什麼那麼久呢? 因為其實他已經都已經設定設定好了,但已經設定好半年了。 但是屋主他不願意開放,他覺得還沒好,他還要更精益求精。 我每次去的時候都說你好了,你怎麼開放呢? 他說不行,這邊這個窗框還沒好,那這個布置椅子還沒好。 真的,所以我覺得下次大家去巫石港呢,不要忘了去這棟建築物走一走,其實應該很好認。 很好認,對不對? 就是其實到巫石呢,應該就可以看到他在那裡,去拍個照打個卡。 那下一位呢,這一次呢,也是入圍到我們裝置藝術組的宋設計師,可不可以來跟我們講講你這個作品? 我看到他的時候,我就覺得好適合跟閨蜜去喝下午茶。 他是做什麼的? 這個作品呢,其實是一個中式餐廳。 中菜,可是他怎麼會有一個,就是你懂嗎?很放鬆很不一樣的空間,不是應該是中式的空間嗎? 對啊,我們在那時候在討論的時候,然後我們希望這個賣中菜的這個餐廳, 比較就是很規規矩矩的,我們想要就是符合時下的年輕人他們喜歡的東西。 那也是就是重新讓中菜再有一個形象出來。 對,重新包裝到這個中菜,賦予他新的生命。 那進到裡面,其實我覺得它就是一個好明亮的空間,我可以到在那邊享受陽光以及享受中菜。 你在整體的設計上面,你做了什麼? 設計的主題呢,我們叫做日常生活。 我們想要讓客人到這個餐廳,就好像回到家裡面一樣。 然後就是很舒服、很自在的,然後會有點隨性、輕鬆感在裡面。 對,然後我發現呢,除了光你飲得非常好之外,其實裡面有一些綠意在裡頭。 我們那時候在討論,那我們想要把小時候大家在樹下吃飯的那個意象擺到這個餐廳裡面。 然後就會有一個聚集的感覺,然後大家很隨性的吃飯,然後聊天啊,就會比較輕鬆。 對,但是,跟各位報告一下,既然是賣中菜,設計師還是把中式的元素巧妙地放在一些地方。 我們其實有做了一個大理石的牆壁。 對,我看到它在上面。 對,它是在天花板的上面。 那我們想要用這個大理石,然後配上金色的一些燈具,然後製造一個有氣質的效果出來,也看起來比較細膩。 那個大理石的感覺,其實你遠遠看,你會覺得好像潑墨化的感覺。 對對對,它就是有一點有中式潑墨山水化的感覺在這裡面。 那也符合這個中式餐廳的一個形象。 沒錯沒錯,剛好呼應到了。 但是呢,說到這裡呢,你看我們都知道商業空間,就是要趕快開店做生意。 所以在整個裝修的預算上面,其實都是比較有限的。 那,你怎麼可以用石材啊? 喔,其實那個石材,其實它並不是石材。 因為我們,它掛在牆壁上面,我們又希望它有一點潑墨的效果,又帶一點穿透性。 但是它不是石材,那它是什麼? 它其實是做輸出的效果在上面,對。 那因為它遠距離看的話,其實它看不出來到底是石材還是怎麼樣。 看不出來,看不出來。 對,然後我們用山水化的話,看起來又太無版了。 所以我們就用大理石材的元素再擺上去。 欸,我覺得真的好聰明喔。 所以呢,有裝修需求真的要找設計師,他們都會幫你想到很多辦法。 那我想請送設計師給我們看電視的觀眾朋友們一些建議好不好。 就是在預算有限的考量之下,我想要我家有一些比較豪華的食材, 或者比較就是實木感的木皮。 但是預算無法,沒有辦法,那怎麼樣做呢? 是不是可以替換? 是可以替換的,因為現在的建材其實很進步。 那其實都有一些仿大理石、仿木材的一些壁紙啊,或是材料啊。 然後可以在空間上面做處理,那也可以符合大家的預算。 所以那個質感是一樣出的來的? 對,質感其實要設計師的巧妙才出的來啦。 所以,對,沒有錯,還是找設計師好好的幫你挑選。 你那個質感呢,可以控制在預算之內,但是呢質感又跳透出來了。 對,對。 那麼最後一位呢,我們要訪問到的是衛設計師了。 這一次他的作品不但入圍了我們的零售空間獎, 而且還得到了優良設計獎! 恭喜恭喜! 看到照片呢,我知道這個零售空間很明確的, 它就是服裝店對不對? 對。 那當初屋主找到你,業主找到你呢? 它是有什麼樣的需求呢? 它其實開這間服裝店,它第一個選到的位置就在瑞鳳夜市。 喔,哇! 那瑞鳳夜市周遭大多數都是比較,呃,第一個它面塊比較小。 嗯,第二個它環境佈置啊,各方面都比較凌亂。 嗯嗯嗯。 那,業主希望它的店格能夠創造出跟周遭環境是不一樣的。 完全不一樣。 對,但除此之外它就沒有任何想法。 但是我覺得它的面寬非常的寬, 要找到這個店面其實這樣的條件不容易耶。 是,它其實是兩個店面,雙店面。 那但是它的問題就是說它這個店面面寬一大一小。 對,所以我們再整合它,要讓它看起來像一個大店面, 其實是花了一點力氣。 因為它面寬完全不同,然後它室內的高度, 兩側也不疊。 喔,兩間有高低差。 對,有高低差。 所以我們在移入口的地方,我們又創造了一個新的空間。 那,算是一個過渡吧。 我們希望客人進入到真正的室內之前, 它通過的那個通道的玄關, 能夠先讓心情稍微靜一下。 不會受外界的紛擾。 對,因為夜市通常會比較吵詐。 對,比較混亂一點。 另外一邊的空間,比較大的那個空間, 我們就順勢讓它變成一個有空間感的櫥窗。 是是是。 對,那在這邊做的展示,它可以比較有深度, 比較有立體感,比較有空間感。 我覺得它的店面處理得非常漂亮。 所以呢,你走過去,你很難不被它給吸引住, 進去逛逛看有沒有什麼好貨。 那進到裡面呢,它整個風格的定調,你是給了它什麼呢? 我們希望創造出第一個這個店格,感覺是高級的。 可是裡面的消費是平價的。 就是希望滿足客戶對CP值這一項的要求。 那就是在裡面,你說你要讓它高級感出來,怎麼做啊? 第一步就是把整個顏色的色調加深。 對,然後第二步就是燈光,我們只投在重點的地方。 傳統服裝店是整間均勻的亮。 對,那所以那間的光燈光就會比較有立體感。 對。 那跟其他店也去跳得更出來。 對。 對,反而暗,反而會變成一個最顯眼的要素。 而且我覺得裡面它統一的色調,我覺得完全是可以烘脫這些衣服的質感。 是,因為我們背景色全部用深灰色特殊的塗料來做處理。 是。 對,那也呼應了布料本身有各種不同的機理。 所以我們在塗料處理上,它有因為光線角度觀看的不同, 所以它機理會有一些不同的變化。 對,然後再加上我發現你有用一個好特別的吊衣服的東西。 那個好可愛喔。 對,因為整個空間處理起來有點悶。 所以我們希望說,有些地方希望給它一點亮點。 所以我們在吊架部分,就使用湖水藍,就Tippenney藍的皮帶, 去做從天花板垂吊下來,再吊著我們的吊衣杆。 所以你看到那個吊衣杆吊下來的,其實都是一個湖水藍的皮帶。 對,所以我覺得這個小巧思呢,也為這個很高級感的空間, 比較沉浸的空間呢,其實添加了一些亮點。 然後讓你整個感覺,它在夜市的附近,我可能去吃吃喝喝的時候, 我可以到這個比較高級的店面來看看CP值很高的服裝。 我知道呢,為設計師這一次呢,不但有這個作品得到了我們零售空間的優良設計獎。 其實呢,你還有其他的作品呢,其實也入圍到我們的奢華座。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一下,就你來講,其實什麼都可以做, 你其實沒有固定會做哪一種風格,其實什麼樣的風格呢, 你都是沒有問題的,是不是? 不能說沒有問題啊,只是說,碰到不拿手,或是沒有接觸過的風格或要求, 我們就是努力的去,要去研究。 很有挑戰。 要去研究,對對對。 然後再來整個,就你來講,設計到底是什麼呢? 根據遇到不同的業主,可能是有商空,有住宅的空間, 然後甚至於他可能是有奢華需求的業主。 每一種不同的業主,你要怎麼樣滿足每個人的需求? 你一路走來這條設計的路,你怎麼樣就是去滿足每一個不同業主的需求呢? 是,我設計對我來講,中心思想就是解決問題。 那解決問題的同時,我會希望用美感做衣龜。 對,這是我的中心思想。 那當然每個客戶,每個空間,每個案子的狀況都完全不一樣。 所以我們必須傾聽,完全傾聽客戶他的想法。 甚至去旁側敲擊他自己還沒有去發現到的問題。 對,因為我們畢竟不是專業的。 對,那我們要去彙整,那我們要去了解他。 才能真的提出符合他各種需求的一個東西。 對,所以我覺得呢,這就是為什麼,其實我自己本身也有這樣的經驗。 為什麼呢,要裝修房子一定要找設計師。 因為呢,設計師才能從剛剛您聽到的,然後他可以找出你所不知道的一個新大路。 然後最後設計出來的結果呢,可能你原本完全想像不到。 可是最後呢,會讓你覺得太開心了,太滿意了。 然後呢,也可以幫你把預算控制在你的這個預算之內。 所以呢,我覺得今天呢,非常感謝三位設計師帶來這三個非常精彩的作品。 如果呢,你們還想要知道更多入圍以及得獎作品。 不要忘了繼續鎖定我們的獎空間獎設計。 謝謝大家收看,掰掰。 謝謝,掰掰。